下面咱去讲 接下来咱就再看一下 所谓的类方法竞争方法 以及还有这些类属性这些东西 咱们再去讨论一下 严谨研究 首先咱们不要觉得难 我再给你理一遍 这个地方再去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 有什么问题呢 你单子再讨论都行 接下来咱们先说这个程序 先说这个程序 我估计咱们大家这个程序能理解 我定了一个类叫做province 就是一个省份的这么一个类 它默认复类是object 在python3里边 你写又不写这句话怎么的 代价是一样的 python2里边是完全不一样 写上去叫心事类 这个不写就叫经典类 你定义这样一个类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在你的内存空间里边 你有一个空间 同学们要明白一点 类它也是个对象 类也是个对象 没错 这就叫做类对象 那么这个空间里边会放什么东西呢 你在定义的这个类里边有什么 将来你这个空间里边就有什么 如果你要是在这个类里边 在class里边 在地附的外边 你定义了一些变量 那么这些变量 说的更直白一点 它呢 就在这个空间里边定义 能列我意思了吗 就是你这个空间叫做类的 就是这个类的空间 就是这个了 如果你要是在类的里边 在地附的外边定义了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其实就是在这个类的空间里边放的 比如说你刚刚写的这个country 国家 是吧 中国 OK 你这个地方就有中国 但是你这个类里边 毕竟除了属性之外 这样的属性咱们称之为什么呢 类属性 就在你这个类里边的这个变量 那叫类属性 很简单 那么还有是不是一些函数啊 没错吧 那么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一个class的时候 你的脑海里边应该出现一个什么感觉呢 哦 我有个空间 这个空间里边有属性 属性叫类属性 有方法 有函数 是吧 都在这存着 这没错 都在这存着没错 当我接下来写上类的名字 写上一个东西的时候 这意味着什么呢 通过这个类 对象 创建一个实力对象 那么原来这一句话 看着 province 这是类名 我接下来写上province 如果写上一个山东 请问是不是意味着 我就会再创建一个对象 创建一个对象 从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呀 实际上 就是你 在创建一个新的内存空间 这个内存空间里边 就是你独有的 咱们就把这个内存空间 称之为对象 能力要为什么 如果你接下来 又来了一个 就是除了province 山东 然后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写错了 就是如果你要再来个province 山西 那么请问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地方 又创建了一个对象 OK 什么叫对象 这个时候一个感觉 就是一个自己的空间 这个空间里边 有一些自己的东西 这就叫做对象 那么当我写上一个类的名字 扩起来的时候 我创建了这个对象 和这个对象 它毕竟的有些东西不一样 它讲 那哪些东西不一样呢 他们回到咱们这个 init的方法里边 咱们去看看 这啥意思 当我写上山东省的时候 请问这个山东省 这个是无处的引用 是不是给了这个内幕 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 把它存储的引用 是不是给了这个self的内幕 那么这个self的内幕 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点 当你执行这一句的时候 你会在这 创建一个空间 没问题吧 创建完了这个空间之后 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 会掉它的引力的方法 对这个空间进行出实化 那么此时的self 一定指向这个空间 self 一定指向 你刚刚创建的这个空间 创指向这个 创建空间之后 self.name等于谁 你甭管等于谁 那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在你刚刚创建的空间里边 多了一个变量名 叫做name 请问 这个的内幕 是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内幕呢 还是因为这个内幕 到底是哪个内幕 你这个时候应该理解 这是哪个内幕 嘴听啊 如果你不理解 我看着我再给你摔遍 嘴听 当我执行这句话的时候 我再给你说一遍 它会有两个动作 一 调用 你自己听啊 之前又不太会的 你这个时候要听就补上了 一 调用 你有方法 你有方法干一件事 创建对象 说的直白点 通俗点 通通通通通俗 点 通俗点说 有个内存 内存空间 能留我意思了吗 这个内存空间 我通话告诉你 默认是随机的数据 那么怎么办呢 第二个 调用它的 init方法 那么init方法 是干什么的呢 对刚刚创建 刚刚申请的空间 进行初始化 当你在去 写上类的名字的时候 实际上有两个事情 听懂我意思了吧 实际上有两个事情 第一个 调用new 咱们一般不会写new 因为new呢 往往在特殊情况下 比方说单例 才会用new 很多特殊情况 才会用new 否则不用写new 这些隐蔽的事情了 通通通在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发现个特点 我写了个山东省 山东省就给了 哪个字符串呢 山东省是给了 这个字符串 就给了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指向了 山东省这个字符串 当我接下来 self点内幕的时候 self指向谁呢 你创建完对象 是第一步 第二步会掉 init的方法 掉init的方法的时候 Python解释器 自动的把你刚刚创建了 这个对象的 类似空间的引用 传递给你的self self指向你刚刚 创建的对象 这么说理解吧 最低啊 第一步创建 又做的是 第二步掉 init 掉 init的时候 Python解释器 自动把刚刚创建的 对象的引用 认给self 来大家再看 self点内幕 才是变成了谁啊 是不是self指向谁 是不是就是 谁里边的一个东西了吧 那self指向谁呢 指向这个对象 那么因此不就导致了 这里边多了一个 name 是不是等于三东省啊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能理解吗 这个地方也可以啊 可以就给我汇一下的 我就知道你理解了 我接下来就先走啊 那么在这个位置 那么大家想 我写上三东省 就这么一句话 你甭管前面保不保团 就这一句话 是不是就导致了 我这个地方 创建一个对象 这里边是不是有个 一个属性 是不是叫做name了吧 那么如果我要是再来上一个 叫province三西省 这个地方我忘了改啊 假如说要是改成三西省 来同学看 是不是意味着 我这里边是不是也有个name吧 那我要问你了 这个代码 还是这个代码 那么此时的这个self指向谁啊 是不是指向你刚创建的 这个对象了吧 那么因此此时的self 对象的内幕 不仅是他里边有个变的 是不是叫做name等于三西省了吧 来大家再看 什么叫做例对象 什么叫做什么对象 例对象 就是你刚刚的那个例 那个木头板 那个模板 那么你通过这个例 创建出来的这个 创建出来的这个 是不是叫做实力对象呀 那么这个时候 就牵扯这个问题 我这里边的这个country 这个属性 需要复制一份给他 给他吗 不需要 那么既然我也需要 保存这个中国 这个独装 那么肯定 我得找个空间 不就是找到了一个 这样的属性 那么这个属性 它就需要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 不离这个内存吗 因此这个内存空间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称之为 叫内对象的内存空间了吗 也就是说 这就叫做内对象 这个就叫做实力对象 实力对象 内对象只有一个 但是可以通过内对象 是不是可以创建 N个实力对象呀 同学们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我既然country 这个类属性 什么叫类属性 类对象里边的变量 就叫类属性 实力对象里边的变量 就叫实力属性 这么说理解了吧 大家没发现一个特点 内母 个人有一份 但是country 是不是大家共用呀 那么既然共用的话 是不是也就是说 这里边应该有个属性 能够找到你 还对吧 我有俩儿的 他都是他妈妈生的 这百分之百的 这不是我生的 那么他百分之百知道 他有一些东西 是在他妈妈那边放的 比方说他妈妈那些思想 对吧 我媳妇的思想 在他脑子里放的 我也多去不来 那么 他不可能什么东西 都拿过去 那么他会怎么办呢 他内心里边知道 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是他母亲生出来的 那么因此 每一个实力对象里边 一定有一个属性 叫做class属性 这个属性 他用来记录 创建你的那个 类对象的地址 能理解了吗 因此也就是说呀 我并没有复制country到你 那大家还能找到 怎么找到的呢 你在里边有个属性 叫class属性 都指向他 能理解我意思了吧 这样的 用来生成实力对象的 对象叫做类对象 这样的叫实力对象 听懂了吧 类对象只有一个 实力对象有N个 实力对象 自己的东西 自己独有 比如说内 这就叫自己独有的 那比如说 又是共享的 可以放在实力 放在类对象里边 大家能有这个感觉了吧 因为说类对象 到底有什么用 大家都共用的 放在里边 你就想嘛 我创建了个三星动作 创建了三星 创建了河南河北省 我闲得没水干了 我每一个对象里边 都放一个中国干什么 你百分之百 你就都知道 是吧 滑下子 还用说吗 这个地方 是不是直接供一份就行了 你要是这个对象里边 放个中国 你这个里边放个中国 是不是浪费 因此 这就是一个特点 这就叫做类对象 问大家个问题 类对象里边的变量 说得直白点 是不是就是类对象里边的变量 类对象里边的变量 叫类属性 实力对象里边的变量 叫实力属性 没错吧 什么情况下放在 实力属性里边 什么情况下放在 类属性里边 如果你这个职 你自己独有 你的姓名 你的年龄 你的身高 你的爱好 自己独有 个人一份 我有俩儿子 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字不一样 他的身高身高体重都不一样 爱好也不一样 百分之百的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共用的 他的父亲一定是我 这不用说了 对吧 这是百分之百的 那同学们 这个是百分之百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说不定是吧 说不定 那么大家想 像这种共有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直接放在一个共有的地方 行了吧 我现在我挣的所有钱是干什么的 这本来讲将来都是给我这俩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调侃 赶紧叫爸爸 是吧 谁叫的好听 将来这个东西就给谁给的多 你不叫就不给你 所以说现在我家老二嘴特别甜 见了面叫 叫老大呢 就不叫 我说我家老大 你带这个下去 你看我给你钱包 是吧 立马 爸爸好 立马就给 是吧 他们想要表达是什么呀 类属性里边的数据 是将来大家共享的 可以放在类属性里边 如果你要是都有了 是不是放在实力属性里边去 现在对类属性和实力属性 有这个区分了吗 区分这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既然有类属性 那当然有类方法和实力方法了 那说的更直白一点 类属性是存储的数据 大家共享的 对吧 实力属性是自己独有的 那么为了去修改这些实力属性 或者是类属性 那么咱们是不是肯定对应了 是不是有方法呀 那么如果你在去定义的时候 你在这个方法的前面 什么也没写 而且在这里边写上了一个像 那么这样的咱们称之为实力方法 如果要是在一个方法的前面 写上了class matter 这样的方法咱们称之为类方法 那么简单来区分 这两种有什么特点最挑 这两种直白点说 其实都可以理解为函数 但是不一样在哪呢 说的直白点有这么两个点 你可以理解 第一个 修改类属性 咱们通过实力对象很难修改 能修改 但是通过特殊方式能修改 但是很难修改 比方说 OBG1.country等于 只是假如说哪个省份 假如说你以后叛国了 是吧 等于等于在哪个国家 那么这种情况能改得动吗 改不动 但是确确实实能用 知道为什么吗 我想给你大家表达意思 我只是与这个利的为主 咱们必须要爱国 这是百分之百的 刚刚咱们开完了十九大 是吧 统一的下思想 爱国是必须的 我只是假如说 未来某个省份 想要弄独立 我只是假如说 台湾限了弄独立 但是一直属于中国 最有的一部分 是吧 这一定了 那比如说什么 在这个地方 我接下来想让OBG1 我这假如说 我可不是说真的 我这假如说 OBG1.country 假如说他记下来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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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哪个国家 这是等于 这意味着什么呢 能否把这个哥们 给他改了呢 改不了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这句话会导致 你这个地方 多一个自己的属性 叫country 是不是等于一个 叉叉叉叉叉 没法吧 那么当我接下来 再去访问的时候 你接下来通过对象 去访问的时候 是不是把你自己的取出来 是不是你不用这个了吧 严问自己同伴 当访问属性的时候 如果你要是访问一个 实力属性 实力对象里边没有 是不是他就会自动的 根据这个指向的类 是不是到这里边 去找类属性了 如果我写上一个 实力属性点 一个实力对象点 什么什么什么 等XXX 是不是相当于 本来是要修改他的了 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了 是不是这个地方 自己添加一个了 因此改不了 但是通过特殊方式能改 OBG1.class OBG1.country等于XXXX就改了 为什么 OBG1.下回线下回线 class下回线下回线 country等于 后面我就省略了他们 country 如果等于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请问这意味着啥呢 此时就真的修改这了 听懂了吧 因为我现在毕竟 这哥们是指向 指向我就可以跟那个东西 所以说此时是可以改动的 但是这种是改不动的 能理解了吗 那么我怎么做才能更好地 去对这种类属性直接修改呢 直白再说 类方法 就可以直接修改类属性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实力方法和类方法 唯独有那么一点点不太一样 在哪呢 你调用类 你调用类属性的 类方法的时候 它默认传的是类对象的引用 你调用实力属性的时候 它默认会把实力对象的引用传过去 这么说理解了吧 这两个方法 到底 就是除了加了一个这个东西之外 到底有什么区别 你调用这个方法 python解释器 自动把实力对象的引用传进去 你调用这个方法 python解释器 自动把类对象的引用传进去 听懂了吗 那么因此也就导致了 self一定指向这个实力对象 而cls指向谁呢 类对象 知道吗 只要指向了类对象 我是不是可以修改里面的东西 只要指向了实力对象 我是不是可以修改实力属性 因此 怎么理解 实力方法原来是默认会把实力对象的引用传进去 self不就指向了吗 想怎么改实力属性就怎么改 那么我这个方法想要直接修改类属性 我怎么做呢 你只要把类对象的引用传进来 请问cls是不是指向了类对象 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了 因此到这个地方的区别 传递的引用不一样 那有人说东哥定义也不一样 对啊 定义方式差不多 但是你得让它有功能不一样的时候 就加这句话下 这一句话意味着什么 咱们会在过几天的时候呢 咱们给大家讲mini web框架的时候 就会说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叫做装饰器 后面会详细讲 今天呢不是一会两会解决完了 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来讲装饰器 不是一节课讲的完了 你知道这个东西叫做语法堂 它能够实现特殊的功能 那么专业的就是装饰器就行了 就行了就行了 就加上这个东西有特殊功能 不加就没有 就行了 好多们 类属性 类方法 现在能大体区分了吧 定义过程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 你调用的时候 它默认传的东西不一样 就行了 传的东西不一样呢 将来我用的时候 当然肯定不一样了 那么最后一种叫做什么呢 静态方法 那静态方法到底有什么用的吧 前段时间我跑到国外 用谷歌 我跑到国外 我去真正的在国外的那种大论坛里边 我就问了一下 当然我也不会英文 是吧 就是用谷歌翻译翻了一下 就问了我为什么在Python里边 还有有这个静态方法 其实呢 有很多情况下 他也是被逼的 就像他被绑架了一样 这个静态方法 其实呀 完完全全的 可以把他 你最近 把这个东西抹掉 把这一句话 放出来 即他们之间是对齐的 就他和Class是对齐的 请问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去定义了个普通的函数吧 那比如说 你这一个 你这个 是一个游戏的游戏运行过程 这个有可能呢 是一个什么运行文档啊 或者是帮助文档 或者是有个声明 是不是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了吧 简而言之 就是说 和类对象 没关的 和实类对象没关的 那么我就完完全全的 可以直接定一个普通的函数 是不是放到类的外边来了吧 你放到类的外边来的时候 就导致一个尴尬的局面 程序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尴尬尴尬到哪呢 请问 我将来调的时候 我会怎么调啊 对面 我就举这个例子 就这样 我把这个图结一下 就结在这 我这个地方 我定了一个函数 注意了不是方法 是函数 叫做递数 比方说叫test 这里边也没有函数 print什么 省略 等等等等 你要看思想 省略 这是一个普通的函数 在上面一个普通的函数 那么我的问题是 接下来 假如说在这个方法里边 需要用的那个函数 你会怎么做 怎么掉 直接写test 听懂我意思了吗 因为它是函数呀 你就直接写test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无非是放到了这个地方来调用而已 那么请问 别的类里边 如果你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类 那假如说有另外一个类 叫做class 他这个类里边也有方法 他也想要掉的test 请问是不是他要掉他的test 那么这个时候尴尬的局面就来了 你的这个哥们是专门用的 他用的呀 还是你这个哥们是用的 这两个类都可以用的 你们发现 是不是有个尴尬的局面了吧 因为有这种情况下诞生 所以说怎么着呢 我夫人发现了 我这个确确实实是我自己用的呀 他也想用 让他自己定一个想 但是他想要自己定一个请问 就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 如果他要是在这个位置 他在定一个这样的函数 请问意味着什么 在一个PR文件里边 出现了两个相同的函数 名是否后面那个 会附给前面那个 这个就废了呀 是吧 所以说最终导致怎么的呢 那我就挪到里边来吧 我放到类里边 不行 那我放到类里边吧 放到类里边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了 我这里边也不用的类对象 也不用的实力对象 我如果直接这么写的话 按照这个必须写self 没错吧 按照这个必须写cls 前面还得写下一坨东西 是不是这个意思了吧 你写上这个 那么他就传过来 一个实力对象引用 你想到这个 是不是传个类对象引用吧 我谁也不用 你为什么要传 他传一来多浪费啊 你能不能不传 那么对中 我把它放在这里边 还不想让python解释器 默认给我传类对象 或者是实力对象引用 我就在前面写上一个什么东西 我在前面就写上一个东西 叫做static matter 我写上这个东西之后 请问 这是不是就属于这个类里边 是不是一部分了吧 请问 此事掉 怎么想 是不是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变成了self点 这个东西 大家有没有看 是不是一定是自己里边 是不是这个不需要传探的 这个方法了吧 那么大家看 这个时候你把你的 挪到你里边去 是不是个人是用了个人 是不是就解决这个问题啊 如果你又有类 又有函数 又有类 又有函数 大家想想 是不是又是一国之外啊 最终 为什么要有静态方法 你要明白 就是为了他能干一切事情 还不需要传探 很简单 但是我还想把它归纳成一类 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出发点啊 就在这个位置 理解啊 就在这个位置 国外的很多牛人 就是这么说的 我也是这么看的 他们就这么说的 就这个道理 所以说 导致了今天 是不是有三种方法啊 那么这三种方法 最终其实区别一点 他们呀 还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咱们总结一下 第一个 将来去调实力方法的时候 默认 Python解释器 默认会传递一个东西 是不是传递一个实力对象的影哟 咱们将来去调用类方法的时候 默认是不是传递一个类对象 是不是一个引用进来的吧 将来当咱们去调用 这个静态方法的时候 是不是默认 什么也不传啊 那么这就是一个调用的时候 这个参数的区别 第二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 看这 类属性 以及所有的方法 都在类对象里面 他们共用 为什么 因为你代码只有一份 你代码大家都共用一份 不就完了吗 我每一个人 我都付这份代码 是不是有点浪费啊 知道吗 你用的代码 是不是固定的 你用的代码 是不是也是固定的 那么最终 他们切记 类对象有个什么大的特点 类对象里边的 类属性和方法 不管实力方法 类方法 还有静态方法 都在类对象里面 你仅仅是 只要找这个东西 来指向我这个类对象 请问 你接下来只要一调方法 我就到这里边 去找相应的方法 去调 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就简了吧 因此啊 实力对象 可以有N个 但是类对象只有一个 实力对象 那里边能都有的 一定是自有自己的属性 连方法都不是都有的 方法是不是共享的呀 切记这个过程 切记这个过程 基本上就是它 好了 我刚刚呢 我刚刚呢 就给大家讲解这些方法 以及类对象和实力 实力对象 是不是大体还是有区别的吧 最后强调一点 类对象 可以调用 大家需要说实力对象 实力对象 可以调用实力方法 类方法 静态方法 都可以调 但是 类对象 只能调什么呢 类方法和静态方法 听到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也就是说 有三种函数 类对象 再三种都可以直接调 实力对象 再三种都可以调 类对象 只能调其中的静态方法 和类方法 实力的那种调不动 听懂我意思了吧 那么这个地方 也要区别就行了 定义都在类对象里面定义的 调用的时候 传的参入不一样 来区分的这些东西 最后的静态方法 唯独有什么用 我也不想要用类对象 我也不想用实力对象的引用 是不是你什么要跟我查 这就是类 这就是静态方法 这个区别 好的 那么接下来 花三分钟的时间 把我刚刚给大家 讲这个东西 大家理一下 啊 谢谢观看